資金的方式其實也都不太一樣 資金的方式我可以把它列成四大方向 他們給薪水的方式有四大方向 第一個就是實薪,固定薪水 固定薪水還要責任制 然後還有一個case by case 薪水支付的方式 薪水支付的 薪水計算的方式也有四種 薪水計算的方式有分成四種 我把它歸類為四種 薪水的方式 薪水支 薪水計算的方式有分成四種 薪水計算的方式我把它分成四種 第一種是實薪,固定薪水 固定薪水責任制還有case by case 這四大種 薪水計算的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薪水計算的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第一種 薪水計算的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薪水計算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實薪,固定薪水,固定薪水責任制 薪水計算的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薪水計算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實薪,固定薪水,固定薪水責任制跟case by case 那這四個有優點也有缺點 那就是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那對你拿一個比較有利 你可以跟他們談 但是你這也會去因 薪水計算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實薪,固定薪水,固定薪水責任制跟case by case 這四大種 那這也會影響到你到底要怎麼報你的價錢的 薪水計算方式 薪水計算方式我把它分成四大種 實薪,固定薪水,固定薪水 有責任制跟case by case 這四大種 那各有優點 看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跟面試官談 那你如果談一談 那你要講期望薪資的時候 這四個你抱的也要不太一樣 就是因為有優點有缺點嘛 那你就要看哪一個比較符合你意 你就要跟面試官談